我正在吃這個Cauliflower的食材 它叫做Cauliflower Steak 非常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其實透過這個平台 真的認識我多了很多 我也認識你們多了很多 真的很好吃 吃完再說 不如 生活的故事 很興奮 人生如何發展 有很多事真的不到你去做事 原來在當中我想起 真的有很多訓練的機會 很多… 很多practice materials給我 去慢慢長大成長 到今天 可以聰明一點 我小時候 是一個… 很內斂 很害羞 都算是活著自己世界的一個女生 有一個moment影響了我很多 我記得 就是我五歲回Kindergarten 我認識到一些很好的best friend 我認識到一些很好的best friend 那個best friend 到最終 升了第一年級之後 就要去第二間學校 Funderbird 但我還有三四個朋友 很好的朋友 但不知為何突然間去到二年級 還是四年級 我忘記了 我記得在圖書館 我有一位朋友走過來跟我說 抱歉 加伊朗 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我問她為何 她說 因為 我們的朋友圈 最流行的人 她說 不要跟我做朋友 所以她說 其實我想跟你做朋友 但因為 誰不給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希望你不要介意 那一刻很大方 我說不要緊 我明白 就行了 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自己玩了兩年 但那時候 我覺得是影響了我的自信心很多 因為 原來突然間 有些人可以不喜歡你 但那一刻開始 我已經能夠 不舒服 但可以跟自己玩了 那到大了 其實我還是保持著 入學校 我還是保持著 保持著 很害臭 不說話 而且我比較喜歡 坐在自己的房間 看書 做個功課 早點做功課 回家不用做 中學的時候 我常常穿來穿去 都是那些衣服 我有一個 珠可力色的 工人褲 常常穿的 圓形眼鏡 頭髮 一個星期洗一次 因為很油膩 昨天有一件黑色的衣服 我很喜歡 每天穿 穿了365天 其餘的衣服 有時候我會收拾我姐姐 很多時候會收拾我哥哥的衣服 那時候的日子 想起來真的很簡單 很開心 小時候很喜歡 媽媽和爸爸上班的時候 我會走進我媽媽的房間 找些衣服 找一些絲巾 然後整滿了自己的身 絲巾 絲帶 那時候我很想做朱欣 朱欣和 曾志林 還有那些 他整個頭髮 頭髮周圍敏 那時候有個古裝 跟劉錫明一起 他有個古裝 我自己綁得好像古裝人 然後我就耍劍在我媽媽的床 但當我知道他快回來之前 我就會收拾好東西 放進櫃裡 所以其實我爸爸媽媽 是完全不知道我有演藝的細胞 他們完全覺得這麼奇怪 這麼害羞的女生 但其實他們很濕 他們一上班 我就有點痠 那時候打算做護士 第一件事打算做護士 第二件事打算做老師 然後想想想 好像老師舒服的護士 所以就選了老師 還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想做老師 大家就可以一起讀書 我最不喜歡當時是數學 我最不喜歡當時是數學 成的 29x65 那些 或者9x9 那些 我做了很久 我都做不到 我記不到 我不懂怎樣做成數表 我姐姐教了我很多次 我都不行了 我哭了很多次 關於Mathematics 所以我想我對於數字的事 我真的不行 我不會邁向這個方向 幸好我的工作 不用做數字的事 然後就入大學 入大學我覺得很孤獨 那間學校太大了 走來走去都沒有一個人認識 要找另一個朋友 要夾到時間 你們又不是同一個時間 讀同一科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很孤獨 還有一個經歷很可愛 我每次都會去 UBC那個 叫做甚麼 叫做甚麼 叫做食物 但我每次都會去Subway 我會叫一個 烤肉 烤肉 Sandwich 我叫完 我就不會在那裏 坐來吃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孤獨 我怕會遇到一些朋友 看到我自己坐 我便會去 Geography Class 那裡有一間房 沒有人去 我經常都會在那裏 坐來吃 我走去Geography Class 在那裏吃東西的時候 那時是說18歲 19歲 突然間我 其實撕了出來吃 逛逛逛逛 突然間有一個Eagle 有一個鷹 真的 這麼大隻鷹 他飛過來 坐在我的頭上 嘩了我的頭 然後呢 他搶了我的包 飛走了 那一刻我人生 受到很大刺激的一次 然後呢 有沒有搞錯 我明明在吃 剛剛開出來 第一口已經咬了 已經在咬了 打算吃第二口的時候 有個鷹飛過來 夾著我的頭 搶了我的包 走了 然後我又不想進去 買麵包的地方 因為我要經過一個地方 我會看到很多我以前 高校的朋友 每個人都是一組 我不想看到 我自己一個 他們整個群組 但無論如何 這件事就影響到我 那種害羞 和自己一個人的性格 入到行業 即是入到 去拍戲 突然間一個 不太懂得跟人溝通 即是 一個女生入了行業之後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私鄉病原來真是真 有一種私鄉病 我覺得我是嚴重的私鄉病 我就算做了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我都未適應到 沒有媽媽 爹爹哥哥的車在身上 可能因為自小比較被保護 我還很記得 參加華裔小組的時候 我自己飛了 第一次坐飛機 還有business class 哇 我覺得很棒 很厲害 但每次飛機一震 我就很害怕 我以為會死 我最害怕是見不到我家人 真是大鄉里 震一點點 其他人保持著震也沒事 我以為真的晴天霹靂 我未踏過飛機 然後我記得我選美 因為選美的時候 不讓你見到家人 你要在酒店 當時很棒 在香吉利拉漂亮得爆 全酒店我未見過金色 很多金色金屁 我以為自己好像公主 然後每天早上五點 六點 七點 出道去坐二十四 即公司的巴士 其實看到爹爹媽媽 一早就站著等我 上車 只是想和我坐巴士 我記得我贏了華裕小姐之後 我終於可以見我爹爹媽媽 我還記得那晚 我們去吃慶功宴 爹爹媽媽不可以進慶功宴 但進入之前 他們在外面等著我 我抱我媽媽 抱我爸爸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手 他們的手是瘀了 他們在想為何會瘀了 原來因為他們拍手掌拍得太大力 瘀了 原來真的可以拍手掌拍到瘀了 這些不是很感恩 不是 很難忘的回憶 不是我拿了冠軍 是那種重聚 那種愛 那種欲感 那種犧牲的程度 那種犧牲的程度 這些才是我的得益 這些記憶 說真的我贏了冠軍 我都不太記得感受是怎樣 但是那些我 終於見回家人 終於飛回加拿大 那些路程我記得 我還記得那時候贏了之後 舊公司要我試鏡 那時候李天祥就是我試鏡的人 金石良緣做我的阿衰哥哥那個 很好啊 他很友善 我覺得試鏡我過了骨 所以到最終他們簽了我 我還記得我傻傻的 我簽約之前 他們告訴我會有一個住宅給我的 他就跟我說是將軍澳中心 那時候我真的不認識香港的地方 我周圍問 將軍澳中心哪裡來的 因為我知道 大家可以安心一點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以為是central like downtown 我就問那個老闆 我就說不好意思 你可以告訴我將軍澳中心是 where 因為 it's a central place Can you tell me the address 他說 那個 address不是將軍澳中心 那我開始懷疑了 難道我有時 你不肯告訴我 正式地址 他說這個就是正式地址 將軍澳中心 但我說不是 中心就是central district 那central district 裡面應該有個地址 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 然後我就到處問 然後他們說 那裡是墳場 那裡是堆田區 然後我就很害怕 糟了 這次一定是賣豬仔 所以我這次回香港 慢慢慢慢發現 原來將軍澳中心 真的是一個中心 是一個apartment place 那我就沒事了 那我就去那裡住了 而且很漂亮 我進入那間屋 491呎 我覺得整個空間很大 很棒 但我很怕晚上睡覺 因為我每次都是跟姐姐睡 到18、19歲 我都跟姐姐睡 突然間要自己睡 我好 無論如何 下飛機 其實我一放下這些行李之後 那個經理人 叫Sugar 很好 他立即跟我搭乘巴 帶了我去我以前的舊公司 然後就見了高層 見了監製 還有見了演員 因為我當時拍街大歡喜 我一來已經是給了一筆劇本 然後已經說明天就造型 然後不知道第二天 打後就立即要拍了 對一個19歲 真的有不認識香港地方的人 其實很恐怖 但當時不會害怕 很年輕 還有我廣東話的時候 不認識很厲害 我不會讀那些字 我讀到最基本的 1、2、3、4、5 即是你、我、那些 都能讀到的 但其餘我真的讀不到 全部靠拼音 但我又害羞 我又不敢問人的拼音 我只是靠Webcam 寫一張紙 給我爸爸看 他告訴我 死記 回到TVB 我又不告訴別人 我不認識 我假裝認識 也不是假裝的 是害羞 不敢說 這個也很好吃 這是披薩 但它是用Vegan起司 再加蘑菇 很大的Portobello mushroom 加些Vegan tomato sauce 哇 這麼好吃 我都要在家製作 很美味 我的故事不是那麼簡單 經歷了很多東西 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我記得 我正在開演唱會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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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rt 2013年 我爸爸媽媽飛了過來 他們真的默默地支持我 不出聲 有時拍攝到生氣 拍到不開心 不是每天都開心 雖然拍攝好像很棒 但也有自己的壓力 回到家有時會出氣 因為受了氣 在上班 回到家可能會懶惰 但媽媽和爸爸 永遠都靜靜地讓我懶惰 每次回到家都有很多東西吃 當時拍劇拍得很辛苦 拍戲真的不容易 你不是做八小時就下班 很多時候你做主角 你三點下班 你五點又要起床又要上班 或者你六點下班 六點就要上班 然後你去荒山野 你被蚊咬 又要日曬雨淋 女生要睡覺 你不能睡 又熱 又要穿古裝 又要下水 水又未必乾淨 要掉威亞 掉完十多二十個小時威亞 第二天又要再上班 上班後要出去做另一個活動 要看下去靚靚仔 但你又沒有睡覺 你怎麼靚靚仔 有兩個女兒 還有說真的 做娛樂圈真的不容易 很辛苦 但你再訓練到你的人 你能應付到這件事 很多事情可以應付到 但總之爹地媽媽 看到我 有時間她會鼓勵我 和我一起到她的座場 即那些公室 留在座場 陪我去跑步 練氣 強壯身體 回家便可以喝湯 然後媽媽便會坐城巴 以前她每次來探望我 她便會坐城巴 我說媽媽坐的士 她說不要浪費錢 女兒你辛苦錢來的 媽媽不坐的士 媽媽坐城巴便可以了 城巴免費 她便會坐進來 給我午餐 給我晚餐 每次見到她 我就想哭 因為我不想她見到我辛苦 我不想她見到我熬 但你一定要保持美麗 拍戲不可以被情緒影響 你埋到位置就一定要 3 2 1 on action 但anyways 每次那個愛心飯盒出現 身邊的梳頭化妝姐姐都會說 你又好 我說是呀 我很幸福 但我要好好珍惜她 因為媽媽只會來一個月 我們一個月有愛心飯盒 然後她便回到加拿大 下次她再回來 半年後她都會回來 通常又會有一個月的愛心飯盒 和看看湯 但媽媽一走 我就會瘦了 那時候我很羨慕 很多藝術人 在香港住 有家人 每天都有飯 有湯 我很羨慕 所以現在我看到一些新人 如果他們在外國回來 我特別呵護他們 我特別會自然走過去 然後問你們可以嗎 因為我經歷過 我知道那種孤獨 尤其是新年的時候 新年的時候 是最賺錢的時間 聖誕的時候也是 你又不會飛回加拿大 但你又會自己一個 那時候聖誕 聖誕通常 中國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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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用上班 有四天 年初一至年初四 不用上班 那些日子是最孤獨的日子 然後外出 在家看新年節目哭 打給爸媽 說祝你身體健康 什麼什麼時候 修善哭 即使做了多久 做了六、七、八年 也會覺得很孤獨 所以身邊認識了好好的朋友 是好很多的 但仍然會很想念家 我記得一年 我都會儘量回加拿大一次 或者兩年回一次 那時候我最記得的是 我很喜歡下飛機的感覺 我 rapp cảnh 在下飛機時 爹地、媽媽、哥哥和姐姐 就會更換相關牌 好像十年沒見的反應 看著我拍了我手掌 抱我實斷 好像不想鬆手 接著我回家 給我吃東西 我記得每次 如果留兩個星期 或三星期 兩個星期都是Jet Lady 其實3時至4時至5時我已經睡著了 我突然在9時至12時起床後 他們又不吵我 讓我睡覺 便會給我熱點飯 回想起來真的很棒 雖然分開了 但是我成長的大部分 令我感性 所以我感謝這些經歷 今天這個生活故事就說了這麼多 其實有很多事我都失蹤 還有真的 我可能要做100條影片才說完我的生活故事 所以這只是一個小型版本 所以謝謝你從最底下的心思 因為我愛我的影片 因為我和我一起認識更多 我感謝所有的評論 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聯繫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裡 和人們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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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做得到每一天 一天 你們都做得到每一天 你做得到每一天 你們都做得到每一天 我非常被驚喜 所以謝謝你非常感謝 在神的名字 我祝福祝福福祥 神的名字 神的名字 謝謝你從最底下的心思 希望大家要再見 我再次看到你 enfin到 lungs到最底下 再見